听众朋友 现在是文学博览节目时间 给大家播送英国作家威廉萨·莫塞特·毛姆的短篇小说《无声的掘墓者》 他讲的是 一个未经逝世的英国小职员大班 来到中国不仅发了横财 还爬上了洋行封行经理的宝座 然而中国的义和团运动 中国的苦力乞丐 使他预感到自己的灭亡 后来也确实被埋葬在他所侵略剥削的中国大地上了 下面就请大家欣赏这部作品 大班比任何人都清楚地知道 自己是个重要人物 英国在华开设的最重要的公司中 有个并非不显眼的分公司 他在那里做第一把交椅 三十年前出来中国时 他还不过是个未经世事的小职员 靠了自己的真财实干 他已出人头地 回首往事 他喜行于色 他来自巴尼斯镇郊区 在那个地方拼命想搞得体面些 到头来还是一副可怜象 郊区有长长的一排红色小房子 其中之一便是他的寒舍 而眼前这幢实气的豪华大厦 走廊宽阔 房间宽大 既是公司的办公室 也是他的住处 看看这大厦 想想那小红房子 他感到心满意足 洋洋自得 红房子的生活 已是遥远的往事了 那时 他每天下午放学回家 他在圣保罗中学读书 便和父母姐妹坐下来吃晚饭 餐桌上摆着一块冷肉 还有一些面包和黄油 茶里放了不少牛奶 一家人便大吃大喝起来 而现在 他吃晚饭的派头 确实今非昔比了 顽利服是一定要穿的 不管他独自吃饭 还是宴请客人时 他的三个仆人 总是视力桌旁 随时听候吩咐 他的管家深知其所好 衣食所事 都从不用他操办 每顿晚餐 徒人都给他上汤 鱼类 杂菜甜食 开胃点心 一应俱全 因此 只要他愿意 他随时都可以 招待客人 对于食物 他是位 饕铁者 他想 一个人吃晚餐时 为什么上的菜 就应该 就应该比 宴请客人时 少一些呢 那样做 是没有道理的 大班 的确 熬出了头 因此 他现在对于 故土 并无眷恋之情 他已有十年 没有回英国了 度假时 他不去英国 而是去日本 或温哥华 在那里肯定会遇到 从中国沿海一带来的固执 而在家乡 他却没有熟人 他的两个姐妹 已经出嫁 都是门当户对的 嫁给了职员 他们的儿子们 也都是职员 他跟这些亲戚 没有什么联系 他们使他感到厌烦 每逢圣诞节 他给他们 寄一块上等酬料 一块精致的刺绣 或一箱茶叶什么的 也算是尽了 他的手足之情 他并不小气 母亲在世时 他不总是寄回 赡养费吗 不过 到他的退休之年时 他不想回英国去 因为他看到很多人 晚年回到故乡本土 但经常是以失望而告终 他决意 在上海跑马厅附近 搞一所房子 那时 他就打打桥牌 养养马 玩玩高尔夫球 以 颐养天年 当然 考虑退休问题 还为时尚早 他 还要干很多年呢 再过五六年 西金寺 就要退休返乡 那时上海总公司董事长的位子 就是他的了 目前 他在这里也很快 而且还可以省钱 这在上海就办不到 他在这里比在上海更有力 他是当地的知名人物 他的话 别人都得听 即使当地领事 对他也要小心谨慎 迁就一二 有一次 领事跟他发生口角 倒霉的却是领事 现在想起这件事 大班还翘起下巴 显出一幅凶狠好斗的架势 大班 大班笑了起来 感到心情极佳 此时 大班刚参加过 回封银行的盛大午宴 正步行回自己的办公室去 这次宴会 很丰盛 满桌子的美酒佳肴 他一开始 先喝了两杯鸡尾酒 然后喝了些白葡萄酒 最后又喝了两杯红葡萄酒 和一些上等的陈年白蓝地 他感到十分舒畅 宴会结束时 他采取了个罕见的行动 步行回家 他的教夫们 抬着轿子紧随其身后 随时准备他乘坐 可是他喜欢溜溜腿脚 最近 他运动得太少了 由于他太胖 不能骑马 运动的机会就更难得了 虽然不能骑马 他还是可以扬几匹 迎着和风 漫步向前走着 他想起了这一年春季 要举行赛马会 他有几匹浑种马 对此他寄以很大的希望 他的办公室里有个小伙子 已出席成了优秀棋手 大班知道 必须当心 不要让别人把他搞走 上海那个老家伙 洗金寺会出大价钱把他挖走的 大班还要加劲 赢上两三场比赛 他经常垮口说 他的马舅在本市是最呱呱叫的 此时大班像鸽子一样 挺胸吐肚地盘山地走了起来 这一天风和日丽 啊 人生在世 其乐无穷 走到公墓时 大班停住了脚步 公墓里非常整洁 他的存在说明了 他们团体的财产是丰厚的 每次经过公墓 他总是十分得意 充满自豪感 做个英国人 真是太让人开心了 公墓初见之时 这块地皮廉价到手 但随着这座城市的兴旺发达 这块地皮可以值很多钱了 曾有人提议 将公墓领迁新职 以便把这块地卖给造大楼的人从中牟利 但团体反对这个动议 一想到团体里市区的成员 安息在这个岛上最值钱的一块地方 大班就感到心安利得 这说明了他们有着比金钱更值得器重的东西 让金钱见鬼去吧 到了至关重要的结果眼上 金钱又算得了什么呢 这时他想应该到里面巡视一番 他看看墓地 只见坟墓周围打扫得干干净净 小路上没有丛生的杂草 十分景气 他边溜达着 边看看墓碑上的名字 这里并排树的三块墓碑 这三个人是 马里巴克斯塔号船的船长大副和二副 他们是1908年 在一场台风中一起遇难的 这件事大班记得清清楚楚 那边的一组墓碑 是为两名传教士和他们的妻子儿女树的 他们是义和团作乱时被害的 那可曾是令人胆战心惊的事件啊 大班并不是多么信任传教士 可是 真他妈的可恨 他们竟死在可恶的中国人手里 实在让人受不了 接着 他走到一个十字架旁 上面的名字 他是熟悉的 爱德华·摩洛克 这可是个有为的青年 但他饮酒过量 命丧皇权 可怜的家伙 那时他才只有二十五岁呢 大班认识很多人 都是酗酒至死的 还有几个十字架 上面刻着他们的姓名和年龄 他们都是些二十五二十六或二十七岁的青年 遭遇都是相同的 他们来到中国发了横彩 平生没见过那么多的钱 他们逞强好胜 跟人家举杯对贯 可是他们酒量不济 身体忍受不了 结果就被埋在了这里的黄图笼中 在中国沿海这块地方 你想在喝酒时逞英雄 就得有健全的头脑和强壮的身体 当然这是令人伤心的往事了 不过大班一想到 有许多小伙子在比赛喝酒时 被大班送上了皇权之路 就情不自禁地笑了 而且他想到有一个人的死 对自己后来的前程大有弊异 那个人跟他在一个公司里工作 职务比他高 也是个机灵鬼 要是那个家伙还活着的话 大班今天就没有如此显赫的地位了 的确 天意难测 岂可逆料 这里埋着的是娇小的泰娜夫人 她的闺名叫维尔莱特 她曾是个招人疼爱的小宝贝 大班当年曾跟他有过一段风流韵事 他去世时 大班简直顿足痛心 他看着墓碑上写的他的生族年月 即使他眼下还活着 也是半老虚娘了 想想这些长眠地下的故人 大班觉得一阵得意之感涌上心头 他胜过了这些人 他们都已逝去 而他却健在 在人生的斗争中 他的的确确击败了这些人 向着面前的雷雷青肿横扫了一眼 大班轻蔑地笑了 他揉搓着双手洋洋自得起来 他喃喃自语地说 谁也没有瞧不起我过 对于这些死者 他怀着一种轻蔑 但并无恶意 接着他漫步向前 突然看见两个苦力在挖墓穴 他觉得好生奇怪 因为他没有听说团体里有谁心尽去世 大班大声问道 喂 你们这是为谁挖的 两个苦力竟连看也没有看他一眼 继续在那里干活 墓穴已经挖得很深 他们站在里面 大缠大缠地向上扔土 大班来华已有多年 可他不会讲中国话 在那种年头 人们认为不必要学这种倒霉的语言 他用英语问两个苦力 但他们听不懂 就用中国话跟他搭枪 他气得 骂了声蠢货就走开了 大班知道 布鲁木太太的孩子在生病 可能已经死了 可是假如那孩子死了 他肯定会听说的 再说那个墓穴根本不是为孩子挖的 像是成人的 而且死者一定是个大高个儿了 真不吉利 他想万不该到这个公墓来 他急匆匆离开墓地 一头钻进了轿子 此时 他双眉紧锁 坠坠不安 刚才那股子高兴劲化为乌有了 一回到办公室 他就呼喊着把助手叫了来 喂 彪得斯 这儿有谁死了吗 你知道吗 可是彪得斯一无所知 大班更感到迷惑不解 他又叫来一名中国职员 让他到公墓去 向两个苦力打听一下 然后 大班坐下来签发信件 那个职员不一会儿回来报告说 苦力已经走了 无处再去打听 大班感到心烦意乱 除了事情还一无所知 这是大班最恼火的事 他想 他的仆人一定会了解的 这个人对当地发生的事情样样都知道 于是 大班又把他叫来 可是仆人告诉他 他根本没有听说团体里最近有人死亡 大班怒气冲冲地说 我也知道没有人死 可是那个墓穴是为谁挖的呢 他告诉仆人 再到公墓管理人那里去查问一下 既然没有人死 为什么要挖那个墓穴 究竟搞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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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堂 仆人刚要离屋 他又把他叫住 说 你先给我搞一杯威士忌加苏打水 然后再去 大班不明白 为什么看见了那个墓穴 就使他这样坠坠不安 他很想把这件事忘掉 一杯威士忌下肚之后 他觉得好些了 他把手边工作了结掉 回到楼上翻阅起笨拙杂志来 再过几分钟 他就应该去俱乐部 在那里打一两圈桥牌 然后回来吃晚饭 不过他想 还是等仆人回来 听听他说些什么 好解除他心头的疑痘 因此他就等着 不一会儿 仆人回来了 还把公墓管理人带了来 一见面 二话没说 他就问道 你们挖墓穴干什么 这儿没有人死吗 管理人回答说 我没有让人挖呀 你简直胡说八道 今天下午明明有两个苦力 在挖墓穴嘛 两个中国人面面相去 接着还是仆人开口说 他们到墓地去过 那里根本没有新挖的墓穴 大班本来要讲话 却突然杀了车 真是活见鬼 我亲眼看见的吗 话到嘴边 他又咽了下去 这句话没有说出来 他憋得面红耳赤 两个中国人呆呆地望着他 好一会儿 他激动地缓不过气来 他愤愤地说 算了 去吧 然而 这两个人刚一离开 大班又喊着叫仆人回来 仆人满腔气愤 脸上带着冷冰冰的神气 走了回来 他让仆人给他拿些威士忌来 大班掏出手绢 擦了擦满脸的汗水 酒拿来了 他举起酒杯 凑到嘴边 这是他的手速速地颤抖着 他想 不管怎么说 反正他亲眼看见过那个墓穴 是吗 当两个苦力一铲一铲地 将泥土举过头顶扔到地面上时 他甚至还听见了 泥土砰砰落地的沉闷声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他觉得自己的心脏 砰砰直跳 浑身不舒服 不过 他一切子又振作起来 他想 全是毫无意义的思虑 假如那里的确没有墓穴 那准是自己的幻觉在作怪了 现在最好还是去俱乐部 如果在那里碰到医生 还可以给自己检查一下身体 去俱乐部的每个人 都一如既往 没有变化 大班自己也弄不动 他为什么竟期望这些人改变模样 如果有人不同往常 那对他是个安慰 多少年来 这些人彼此交往 过着有条不紊的生活 各自都养成了一些无伤大雅的怪皮 他们中有个人打桥牌时 老是不停地哼小调 另一个人喝啤酒时 一定要用吸管 这些怪力怪气的习惯 以前经常是大班赶到恼火 而现在 却给了他一种安全感 他很需要与同伴生活在一起的这种安全感 因为他的脑海里 老摆脱不掉在墓地看到的那种情景 桥牌打得糟透了 他的搭档 喋喋不休的抱怨 而大班自己也发了火 他觉得 人们都用奇异的眼光望着他 他不明白 人们在他身上看到了什么不同寻常的东西 突然 他觉得在俱乐部里再也待不下去了 他走出门口时 看见医生正在阅览室里看泰伍时报 但 他不愿意就这样去找医生 他倒想亲自去看看 到底是否有个新墓穴 因此他坐上轿子 吩咐教夫把他送到公墓去 人 总不能有两次同样的幻觉 绝不可能 同时 他还带着公墓管理人一起去 如果没有墓穴 他当然不会再看见 倘若确实有的话 他要把管理人狠狠地揍一顿 可是 事不凑巧 管理人不在 这家伙出去了 还带走了公墓大门的钥匙 没有办法进去了 这时 大班突然感到 全身软贪无力 他重新上了轿子 叫教夫快点把他送回家去 他想回家去后 先躺上半个钟头 然后再吃晚饭 他 以精疲力竭 不错 他想起来了 他曾听说过 人在疲劳的时候 容易产生幻觉 在家里 当仆人把晚礼服送到他面前时 他用了好大劲才勉强起床 这天晚上 他真不想换衣服 可是他 强迫自己穿上 二十年来 他每天晚上都换衣服 这已成了他的规矩 破例的事 是万万做不得的 晚饭时 他叫仆人送上一瓶香槟酒 喝了以后 他感到舒服多了 后来 他又叫仆人拿出一瓶上好的白蓝蒂 几杯以后 他觉得恢复过来了 什么幻觉 去他妈的吧 他走进担子房 耍了几招 打担子时 他的眼力那么好 因此身体不可能有什么毛病 晚上 他一上床 便呼呼地睡着了 可是 他突然又醒了 他梦见了那个敞着的墓穴 两个苦力 还在那里慢悠悠地挖着 他确信 他看见过那两个人 亲眼看见过的 又要把他说成幻觉 这岂不是荒唐 这时 他听到耕夫在兜着圈子 邦邦敲耕的声音 耕声 打破了深夜的寂静 使他大吃一惊 一阵恐惧感 绝住了他的心头 他觉得 中国这个城市里 尾夷弯转的大街小巷 使他心惊肉跳 庙宇屋顶上的飞龙走缝 大殿里的精灵神怪 都使他胆战心惊 他痛恨这里刺鼻的臭气 也痛恨这里的人 那些穿蓝布短衫的苦力 衣衫蓝绿的乞丐 那些身穿黑布大褂 笑容可居 八面玲珑 神秘狡诈的商人和官吏 这些人似乎都威胁着 向他扑来 他 痛恨起这个国家来了 当初 他为什么竟然到这个地方来呢 必须离开这里 不能再在这里待一年了 一个月也不行 上海总公司的职位 又算得了什么呢 他喊叫着说 啊 天哪 但愿我能平安地回到英国 他 很想回老家去 即使死 也要死在英国 想到跟这里的 王种人埋在一起 他忍受不了 他死后要埋在家乡 而不能埋在白天 看到过的那个墓穴里 他不能安息在那儿 绝不能 最重要的是抓紧时机 尽快离去 至于别人怎么想 那是无关紧要的 他们爱怎么想就怎么想 他下床给公司董事长写了封信 说他已发现自己身患重病 十分危急 必须掉离 他不能再在这里待下去 此事刻不容缓 他必须马上返回故里 第二天早晨 人们发现 大班手里紧紧抓住这封信 他躺在办公桌和椅子之间的地上 已经 僵死了 刚才播送的是英国作家 威毛姆的短篇小说 《无声的掘墓者》 翻译 刘献之 朗诵 张家生 听众朋友 刚才播送的是文学博览节目 下次节目再会